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9月6日,央视主持人洪果果在社交平台上公布自己顺利生下二胎的喜讯 她晒出孩子的照片,并配闻到 9点6日,体重6.66斤的大力弟弟前来报道 与橘子姐姐正式成为大橘大力组合 刚出生的小宝宝皮肤还有点红 不过能看出本来的肤色应该是比较白皙的 而且五官清秀立体,完美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 大力小脸圆润肉嘟嘟的像极了爸爸绿泡泡 可以看出在妈妈肚子里被养得很好,非常可爱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里留言祝福 并感慨红果果真的辛苦了 希望大力长大后能好好孝顺妈妈 还有人调侃说这是智慧树下生小火 据悉,红果果原名陈苏在2003年进入央视后 开始主持儿童节目智慧树 她外形甜美出众,性格亲和力十足,业务能力极强 成功拿到过金化铜奖 还是无数观众的同年回忆 陪伴了一代代儿童观众长大 而她和搭档绿泡泡耿沉沉也顺利走到了一起 两人在2010年宣布结婚 并在2019年迎来了第一个女儿小橘子 堪称童话走进现实 红果果和绿泡泡结婚11年 感情依旧稳定恩爱,红果果怀孕和产后一直都有绿泡泡陪伴在身边 同时绿泡泡还要负责赚钱养家 8月20日,绿泡泡参加《央一样之下》直播时 红果果还特意发文帮老公宣传 甜蜜表示,有我家绿泡泡哦 红果果在8月30日发文透露二胎的预产期在9月份 如今9月刚过去没几天,小朋友就如约而至 祝他们一家四口能一直幸福下去 也希望红果果可以好好休息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点赞了吗?关注了吗?谢谢